今天要带您关心到中国宣布进行环台军演 从8号到时候这三天 针对台湾北部南部还有东部的海空域进行演习 央视呢更主动释出了军事的画面 大受军事肌肉 我国防部也首度释出了监控共军航母的影片 强调以不升高冲突的原则会持续的严密监控 那么光是一个上午就征获了42架共击 当中的29架次还有8艘共舰 分别从北中南穿越了海峡中线 解放军区护舰在台海破浪前行 空军的尖辑轰炸和干扰等机型 按任务编队在东部战区集合 一系列画面大秀军事肌肉 因为中共宣布再度进行环台军演 很危险就是结合这个实战化需求 来捍卫他所个别声称的这个台海跟台湾的主权 从本月8号到10号 共军在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海空域 进行环台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 福建海市也发布航行警告 8号到20号要在离台湾最近的福州 平潭海域进行实弹射击 不让共军专美于前 国防部也释出国军应用联合情监侦措施 严密监控共军一举一动 更首度公开警听共军航空母舰山东号的影片 8号早上共机动作平平 包含殲-10、殲-11和殲-16等总计42架在台海活动 其中29架次和8艘共舰从北中南分进穿越海峡中线 我方透过任务机和安置飞弹系统全程监控应处 一不升高冲突 不引发争端的原则 警戒监控 捍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两岸情势紧张之际 美军也主动公布航空母舰尼米兹号 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画面 去年8月佩洛西访台时 共军9天内封锁六大区域实弹射击 先见共军已经从训练转为备战 8个月内两度环台军演 台海情势 持续动荡 记者零下集刘从伟 台北报报导